你是如何迎接你的早晨呢 有些人会泡咖啡看报纸 然而在美国爱达河州的一个住宅区里 迎接他们的却不是一如既往的事物 而是一群山羊 一早打开门就看到一群山羊在自己家门口 真的是吓到了 不过这些山羊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个宁静的早晨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在美国爱达河州首府薄伊西的住宅区中 突然出现一百多只的羊 聚集在一起 有的成群结队地逛大街 有的直接啃起草坪上的植物 吃得津津有味 奇特场面吸引附近的居民围观 经过调查后发现 这些山羊原来是一家山羊清洁公司所饲养的 一些羊群冲破栅栏 从小缝中逃了出来 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 其他的羊也跟着一起行动 当地居民看到如此的景象 觉得很惊吓 也很新奇 该公司知道消息后 派出一台卡车要来载山羊们回去 这些大批的羊群 虽然造成了许多的骚动 但是孩子们看到成群的羊 还是相当的兴奋 也协助公司让山羊上车 结束了这趟山羊的奇幻之旅